我也第一次吃 人生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好饿 老体员 我今天准备一块五花肉 咱们开火把这个后边的猪毛咱们给烫一下 这样一是能去腥 二是它有一些猪毛不太干净 好了 烫好了以后咱们去清洗一下 咱们今天弄的这块五花肉做一个铁锅焖面吃 好长时间没有吃焖面 咱们把五花肉给下刀 切成小小的大块 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入气氧在这个 葱姜 尿酒 炒 炒了这个五花肉,咱们捞出 下面咱们炒一个成色 葱姜菜 炒出米醋 加入葱姜 加入葱姜 加水 少加一个 咱们小火炖上三十分钟 咱们摘点周角了 这边上来 给下房东大爷留一点啊 别都摘光了 我的天啊我的天你看 多的是啊 明天这个又能摘了 咱把这气质粗点都摘了 咱们把摘的豆角清洗一下 然后改成段 老计们 咱们小肉炖的差不多了 汤汁也收的可以了 加盐 加入鸡精 咱们准备好豆角 好了老计们 把之前准备的面条 搓到这个 骨头肉上 蘸上锅盖 没什么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老计们 换个虎 把面给它打开 有水有了 还能有点水 看有点糊 这下午饭 你把五块肉都调做了 给我不留点啊 好多了这边 来个肉皮先 爽 五块肉 不是五块肉 咱们听了叫 红烧肉焖面 我也第一次吃 嗯 再进 来口面 哇 太爽了 这肉 太香了 用面条配上这五块肉 嗯 过得 哇 哇 总感觉 少点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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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别动啊 嗯 哎呀总感觉少点什么 嗯 咱们来点葱 我就这个意思 你说行吗 哈哈哈 你得了吧 总感觉啊 少点什么 咱来点葱 嗯 哎呀 这感觉一下就有了老天哪 你应该再来点蒜 葱蒜都可以 哇 哇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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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爽了 哇 太爽了 嗯 哇 嗯 贵 哎呀真太香了,你看满嘴都是油了 嗯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没吃过我还得来点 谢谢大家